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饭店里的餐厅 开启你的行政副主族出马 好吧 我现在开始期待了 我从昨天晚上一直饿到现在 就为了你们的早午餐 几年前 台北还没有盛行早午餐的时候 也是我们酒店开始 在推这个样子的时候 它是跟着风行起来的 像这道 Corn Beef的那个 咸牛肉的太阳蛋 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 很主轴的招牌 我建议吃法是说 蛋黄料把它弄破 你会让你的这个Corn Beef 它的更 更Creamy 更顺口 哇 真的很棒耶 那个牛肉的香气 整个蛋黄浓郁的滑顺的感觉 融合在一起 Corn Beef好吃要绝 全在咸牛肉和马铃薯 7比1的黄金比例 每一口都是顶级的味蕾享受 不过如果想要挑战舌尖的经验 那就来份松露欧姆蕾 胡椒外表其实爱爱的眼光啊 哇 有没有看到 有湿润 而且又尖的有那个 有层次感 对 它咬下去呢 你可以吃到那个蛋液 但是又有那种蛋液滑顺的感觉 像那个松露的香气 真的吃到这一道 觉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满足 与众不同的是这里的欧姆蕾 没有额外加上蘑菇 洋葱等等 重口味的食材 炸重本大量使用松露 香槟熔鸡蛋与松露相辅相成 成就了奢华的亲食早餐 所以在这个餐厅你可以 也可以用分享的概念 你没有必要搭点一样的 搭点不一样 大家一起来分享 你有早餐元素在的时候 你不可以有太多 午餐那种很 很负担的东西在里面 你必须让你吃完是很清新的 然后你是很舒服的 像两份经典吃下肚 现在我是心满意足 不过操了一整年的身体 也需要出旧不薪 先填单子了解一下 自己身体的状况 方良师会再推荐合适的疗程哦 Emily啊 像我刚在柜台那边 填了一张身体状况表 那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子的疗程 我会比较建议您做 我们的一个解放的疗程 那像你们这边的话 除了这个疗程之外 还有其他疗程 我们这边的话 有我们的脸部疗程 然后身体的一个保养 对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按摩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 我们身体的一个放松的疗程 与大多饭店SPA不同的是 这里有超宽阔的个人空间 与独立的位移设施 先到蒸汽室好好放松 等待心灵沉淀 就能舒舒服服的 泡着足够花瓣玉选精油了 第一瓶它里面是属于柑橘 还有薄荷 那主要可以让我们心情愉悦 感觉很清凉很放松 第二瓶的话里面是薰衣草 盐蓝草还有依然依然 它可以帮助我们安神放松 第三瓶它里面是檀香 网获香还有热带的木兰花 它可以帮助我们转换心情 第四瓶里面是姜 丁香还有肉桂 它的味道会比较重一些 它可以有暖身 然后促进循环的效果 比较强烈一点 是 我觉得清凉的感觉比较适合我 适合我好好放松一下 那我选第一瓶好了 喜欢做SPA的人应该都知道 巴厘岛那间以SPA为名的酒店 绝对是首选 没时间出国就来这里吧 因为他们家的服务和技术 可是跟那间酒店大量交流而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 Emily是这里的首席方寮师呢 我觉得来这边做SPA 真的是一件很小说的事情 从近来看到的整个环境 闻到的香氛 那你会整个把身心理座放松开来 然后更重要的是方寮师的手法 真的是非常的棒 因为它按到的点 都是你酸痛的地方 而且那个力道是刚刚好的 可以让你的压力释放 但是又不会疼痛 真的非常的舒服 舒服的按压技术让我几乎快睡着了 没关系 就用花瓣月以来行行脑 眼前还有超大窗户 能从20楼看窗外 海阔天空就是现在的心情啦 我看到一个大窗户 对我这么大窗户 我现在让你再开 是在这边就让你一直交得到您的 这边就让你开一个